仅仅一个多月前,香港还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城市之一,一夜之间就沦为暴乱之地,夭兽都市。 刚刚过去的周末,在香港元朗和中环等地,手持自制武器的暴徒,连续两天向守护市民安全的特区警察,发动一轮又一轮的冲击。 这是香港反对派,连续第八个周末,以反对逃犯条例名义进行示威游行活动,与过去相比他们的暴力违法举动有明显升级,包括香港市民在内。 人们早已厌倦了打着民主自由旗号,大型流氓之道的暴徒,以及直把道义批判闪光灯,对准港警的西方媒体,但这场闹剧似乎难以平息。 香港再也经不起折腾了,《大公报》28日发表社论大声疾呼,粤港澳大湾区和一带一路的历史性机遇就在眼前。 各界人士应诚实而为,切实解决一些深层次结构性问题,而不应错误归因,放纵暴力行为,丧失发展的大好机遇,对于反对派提出28日,要从中环遮大花园,日上环中山纪念公园游行。 香港警方发出反对通知书,只批准在中环的遮大花园集会,但当天下午3时,在遮大花园集会的部分人士,突然离开集会地点,并走出马路,沿津中道及轩泥湿道。 前往湾载方向,警方立即发出通告,提醒附近的市民注意相关地带的交通影响,下午5时许。 位于游行队伍前部的示威者,开始在得付到西中连办与西区警署东侧的路口处,安营扎寨,他们把路边护栏拆下将道路隔断,并打开雨伞和自制盾牌,准备抵抗警方的清场。 环球时报记者走出对峙地点的西营盘地铁口时发现,一些黑衣蒙面的示威者,正在将小巷里的砖块撬出,并运往前方。 一些示威者高声叫骂,试图挑衅警方,警察则通过高音喇叭,要求示威者尽快离开。 值得注意的是,在场香港媒体、西方媒体记者以及所谓的观察员位于警察和示威者之间。 一旦警察有任何反应,都会引来大量闪光灯。 刚刚出狱的战中先锋黄之锋,也出现在现场,并手提扩音器来回寻走。 晚七时,警察集队准备清场,并提醒楼上的居民关上窗。 一些示威者用手中的金属灯扇手杖,不断敲击街边店铺,已经关闭的铁门,有人发出怪叫。 有人开始向警察投掷杂物,在多次举起警告无效后,警察果断释放催泪弹,原来还在叫嚣得激进示威者瞬间做鸟兽散。 路边随处可见,示威者丢弃的砖头和钢管等凶器。 入夜,警方又通报,上环多处地方有示威者纵火,示威者使用的暴力正在升级。 路边随处可见,示威者丢弃的砖头和钢管等凶器。 28日晚十一时许,警方又发通告称,大部分示威者仍然停留在上环以待。 警方已展开第二阶段的驱散行动,此前一天的元朗游行,也是在警方发出反对通知书后。 示威者仍然于27日下午,约30开始霸占马路,即包围元朗警署,据特区政府新闻公报。 这些人手持铁棍,自制盾牌,用武器袭击警察,冲击警方防线,甚至拆毁路边的铁栏架设路障,包围及破坏警车。 经多次警告无效后,警方于下午约50展开驱散行动,共拘捕11名男子。 行动中至少有4名警务人员受伤,政府对于示威者蓄意破坏社会安宁。 挑战法律,予以强烈谴责。28日凌晨,特区政府发言人,就27日元朗的游行和集会作出回应。 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描述称,这场游行让许多元朗居民人心惶惶。 一般周末嘻嘻嚷嚷的元朗市中心,27日中午宛如鬼城。 许多商店出于安全考量选择,提早打烊或不营业。 有元朗居民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说,被持续的暴力事件吓坏了,不能容忍那些搞乱社区的人。 你必须在这件事上考虑周到。 大公报28日评论称,元朗暴乱不仅是近期暴力游行的延续,更是一次质变。 与过去的暴乱相比,现在的连串暴力行动都是有组织,有策划,有预谋,更有精心准备,所谓没有大台市民自发云云。 就如黑衣暴徒手持可以杀人的利器攻击警察,却声称手无寸铁和平示威一样,都是无耻的谎言。 值得注意的是,一批红须绿眼的洋人如约出现,为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写下注脚。 他们没有冲在第一线,而是站在天桥等高处,或隐身草丛中,充当联络及指挥角色。 他们还放出无人机,从高空间是警方的部署,同时捕捉冲突的画面。 当然,最终呈现的都是,警方暴力镇压的场面,而暴徒挑衅伤害警方的画面全被剪辑,消失。 这就是美国人最擅长的另类事实。 有身份不明外籍人士,出现在违法集会现场教导示威者。 大公报指出,仅仅一个多月前,香港还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城市之一。 一夜之间就沦为暴乱之地。 夭壽都市,其实类似场面在许多地方已经上演,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东欧,以及数年前的中东与北非,都是外部势力于本地反叛者理应外合,利用现代通信手段。 抹黑,妖魔化,谣言满天飞,得到西方舆论支持,政权变色,血雨腥风,生灵涂炭,成平日久的香港,来到了治与乱的十字路口。 香港亚洲周刊28日发表评论称,元朗暴乱传递出的信息,并不是表面上那样单纯。 其中罪魁祸首之一,就是香港长久以来,被反中媒体培养出来的恐动思维,即贫乏的世界观,即认为中国是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,而西方是一切社会问题的答案。 文章称,不客气地说,香港一般的世界观是这样,国际等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利益集团。 香港普遍看不起其他地方,欠缺在国际局势变化中,重新自身定位的能力。 唯一依赖的还是从殖民时代,遗留下来的买办人余晖。 香港明天在哪?一次抗争一次撕裂,香港明天在哪? 台湾联合报记者28日发回报道称,昨日元朗,今日上还,明日香港再有何事? 香港的明天又在哪里? 没有人知道,每一次对垒的唯一收获,就是又一次撕裂。 香港东方日报28日发表评论称,一般打着爱香港旗号的人,做尽一切破坏自己家园的事,全世界恐怕只有香港才会如此疯狂。 他们以为打破旧世界就可建立新世界,却不只有他们建立的新世界,只是通向地狱的世界。 这般黄卫兵黑白颠倒,是非不分,有破坏无建设,香港一旦落入他们手中,势必永远万劫不复。 澳门海市及水务局28日晚宣布,由于香港有群动运动,暂停所有上还码头,与澳门之间的渡轮航班。 香港东方日报28日发表社评称,好好一个香港竟沦为兵凶站位之地。 多国相继发出旅游警示,新加坡甚至建议国民,不要前往香港机场。 香港成为生人物尽的酒返之地,百业备受冲击。 特别是作为香港重要经济支柱的旅游业,带动零售、酒店、餐饮、物流等。 千亿发动全身,香港是我家,不要破坏它。 全国政协委员,守护香港大联盟,傅兆籍人陈仲尼27日在大公报发表评论称, 面对社会矛盾日深的情况,我感到十分痛心。 我们都是生活在狮子山下的香港人,当然希望香港繁荣稳定,作为香港的一位市民。 希望社会大众停一停,想一想,盼望政府与市民能重新建立互助互信的关系,莫滥用自由和民主。 香港商报27日称,修理风波持续至今,部分人似乎已失去理性。 甚至错误认为,只要我以自由和民主作为借口,就可以让一切不合法。 不合理的行为具有正当性,这是极其危险的信号,那么香港未来要如何竞争,如何发展? 港人必须守护香港的核心价值,莫让自由和民主被滥用。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,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,谢谢。